近年来,广州人家里越来越喜欢一个园时 放一盆蝴蝶蓝 来到这里,一定不会令你心疯 终于发现一枪枪蝴蝶蓝 十元的一枪,这又不太贵 看这枪,真的很漂亮 那些花完全不同 你不可以只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要挂一些很有趣的灯色 就像外国人的圣诞树 经过不远,终于我们来到丽湾湖公园门口 已经看到门口放了两棵不大不小的桃花 上面挂了一些小灯笼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所在的位置是教口地铁站 下面是教口客运站 今天我过来这里的目的 就想过来看花市 众所周知,广州这几天都落起大大小小的一场雨 但原来,很多市民都兴志不減过来 买些漂亮花,拉车仔 又是那句,老婆不让我说 其实我老婆,她爸爸妈妈是教口村民来的 她对这里熟到懒,熟到偷 我今天没有带她过来 因为她好后,她觉得自己周身不聚在油 说炒不到气油 所以我就自己过来 又说一下教口花卫市场 资料都是老婆告诉我 她说这里应该算得上是 在中国来说不是第一,而是第二 另外还有一个在云南昆明 亦有另外一个花卫市场很大的 花卫街市场 然后她一年365天 都有生意做的 就不是说一定要等到过年 我们才来看的 所以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 不过应该会更热闹的 差不多过年 这几个美女呢 大代小代 其实还有一个车仔 知不知道香港的亲戚朋友 以前回到广州 拉衣服回来 然后拿一部车仔回香港 他们就来买花的 始终都因为落意 所以在地铁站 在地铁车厂里面 就看不到有其他买花的市民 如果不是的话 更多 整个车厂很贵的 这里全名叫做 岭南花卫市场 然后呢 现在就还没到最最热闹的时候 不过如果到最最热闹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开车来 一方面可能会有交通管制 即使没有 这里也都是会人多车多的 最好的办法 除非你要买很多很多 或者很大车 否则的话 强烈建议你们 就像前面这几位美女 那样拉一辆车仔 来拉货就可以了 另外 始终都是 大货车比较多 所以这里一路 会有很多水滩的 大家也要注意 千万不要像我那样 选择下雨天来 之前也都带大家来的拍摄 正如之前所说 这个范围市场很大 除了正规叫做 岭南范围市场以外 其实一直到国村那边 亦都会有花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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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寿水河旁边 一路穿回出去 方村大道西吧 应该是 那边也是会有 应该叫洞企石 那个方向也是有的 一进来 就已经看到 有蝴蝶蓝卖了 有观众就说 如果你们 我很喜欢自己DIY的 其实你就可以在这里买的 我记得跟老婆之前来过 应该是 爆发疫情 海珠区爆发疫情之前 曾经来过一次 当时的价钱 非常非常之便宜 便宜到好像 5元一窗 我不太记得了 总之便宜了 不知道时至今天 是什么价钱 不过即使现在便宜 都要再过两个星期 不是 是一个星期之后 就交惯了 除了刚才所说的 那些 一窗窗外 还有很多老板 已经把整盆花 弄好 是有盆的 如果喜欢DIY的 你就可以这样 一窗一窗 买 你可以买很多不同颜色的 回去吧 有深色的 有浅色的 有黄色的 近年来 并非港洲人家 越来越喜欢一个年时 买回一盆 蝴蝶 来到这儿 一定不会令到你失望 而且极有理由相信 除非你去到 陈村那些买 如果不是的话 这儿绝对可以 又便宜又美 星之为 但是一个问题 你去陈村买的话 当然现在 也可坐地铁而已 但你三场想坐地铁 转几次转到那里 可能价钱未必会比较多 值不值得呢? 又当我帮老婆的老家买广告 当然来这里买吧 来到这里还看到有水仙开始买 这种...可惜我不懂看 我爸爸很擅长处理水仙球 不过今年应该不搞 因为我爸爸又是刚好发 卡到它已经转阴了 已经在医院验过了 卡到它 看着它都没什么心情 正如先头所说 你来这里驾车并不是一个极明智的选择 因为有很多商户会过来拿货 拿货当然是驾车 如果我们买这么少 其实真的不应该驾车来的 再来大家看到 即使今天还未到最容易闹 过年前的几天 车已经停成这样 还要找人来拖车 拖走它 那你就知道了 我们说回这些花 可惜老婆没有跟着来 很多品种我都说不出 例如面前这种 这种漂亮啊 但如果可以保证到 过年前那几天开花 这些是什么品种呢? 如果有知道的观众就告诉我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叫做大花围栏呢? 上面写着 而且上面已经写着 是在云南运过来的 这样包好 一棵一棵在云南运过来 当然也有不少新手 就像我那样 什么鬼都不懂的 只知道很漂亮啊 只知道说这种东西很漂亮啊 三个字而已 所以很多商户会会写什么花 例如道边花各种都有 前面还有黄金珍果 全部红色 多漂亮啊 再来下面还有竹 虽然没有花 但上面只有一种可以驱蛙 之前跟大家来过这个区域的 因为每次老婆都来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就会有更多便宜的购买 例如面前这一档 每次都来行 但是今天我就不打算在这儿深行 因为我想去另外那个区域看看 终于就在这儿发现到了 一枪枪的蝴蝶蓝 10元的一枪 那又不太贵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因为在上一次疫情发发之前 曾经来过一次 都是这样的价格 当然了 正前方还有一些漂亮一点 这些是$25一枪 当然了 还有些$20一枪 甚至乎$30一枪都有 看看这些 真的很漂亮啊 即是那些花呢 完全不同 其实如果一盘里面 如果不是公司 如果家里面的话呢 简简单单 整八枪 我说的 回去就已经好企理了 就是那句了 但是来这儿 买花呢 就一定要注意了 先说下雨这回事 大家看看这些车 刚才开的车 开得很慢 都已经刮到我的舒包了 如果你再多个星期 这里就交关了 这些布置得挺漂亮啊 蓝花上的盆 还有个春字 通常呢 蝴蝶蓝的花旗 就不是很长的 它就说不是 你可以放到清明那样的 其实很快就要换了 所以就不会说 我写过春了之后 清明那时还能开得到 我来到这个区域 全部都是蓝花 我知道除了这里之外 还有几个区域都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蓝花 有些还卖六七百元都有 话说刚刚开始 喜欢蓝花 放在家里的时候呢 价钱都不便宜的 几千元 我都见过的 不过那些就很大盘 而且通常都是货公司的 这盘漂亮啊 不过我喜欢白色多一点的 但是当然你又不能够全白啦 这张既然一转过来这边呢 就买鸡和连鸡 连鸡就通常放得久一点的 有时候真的放到夏天 都可能可以的 如果你放在原海呢 就会偶然跌一个下来这样的了 如果单手卫呀 外边很多车走来走去呢 这个区域就是不错啦 前边不知道大家还认不认得那条路啊 上次就和老婆在那里走 然后呢 是不是在那里认那些花的 有些花 连我老婆都不认得的那种呢 好 终于来到这里呢 我就见到银柳啦 我知道呢 很多观众很喜欢银柳的 我自己就一般般啦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不认识的 你是会买到雪条 雪条这句话是老婆教我 知不知道 它经过雪过的 那到该漂亮的时候呢 它都不漂亮 当然以我的水平 我当然不会看啦 不过这里的价钱 是10元一宅 旁边还有这个用银柳 搞到很漂亮的一个盆栽 你说呢 如果家里呢 只是这样一条东西放在那里 哇 只是有幻无而已 但是这边就不同了 哇 你看多富贵啊 通常呢 如果你零售呢 都是来这里会比较多的 你可以只是卖一枪 只卖10元 甚至乎再便宜一点 只卖一棵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在花场 你跟别人说是一棵 别人真是未必 你简单来说 就是批发与灵斗的区别 来到这里呢 又发现很漂亮的鲜花 是吧 哇 那棵 我发现很漂亮的鲜花 乳涅蓝大岛 挺搞怪的 什么颜色都有啊 又有这种 诸事佳儀 顺便写好 然后这里还有 这个多好啊 一棵棵 好 刚才我就问过了 问过那个老闆 他呢 就这么说的 刚才我看到的盆栽 我说很漂亮 我很喜欢那盆栽 就賣200元人民幣 我亦都見到有些180元 大概都是這個價錢 因為你平均圍到一槍10元 這樣就算了 我解設了 就是比較普通的蘭花的話 然後我亦都問過了 我說會不會過多星期 價格還會有變化 會不會貴很多 他就這樣說的 他說到時候就要看那個銷售量了 如果那個銷售量 真的賣完的貨物 我當然會貴一些了 他就不會像市場買菜一樣 賣光了 想快點賣完它馬上離開 就不會的 但是如果顯而易見 沒有太多人買 價格就會便宜 所以大家想著 我要等到最遲的幾天才是收拾貨 我強烈不建議 你看見有心頭號就買 尤其如果到差不多過年之前的幾天 這裡會很困難的 又好像剛才所說的賣廣告 要買快點來賣 簡單來說就是 至於這一檔更交關 整座山 那些蘭花擺得多滿 你一槍槍買也可以 你選一個盤也可以 蘭花就有這個個人 可以DIY 至於此 包你不會有失手 一定會選到好東西回去 好 那蘭花我們簡單看過了 我現在想繼續往橋東小區的方向行 就是壽水河隔 沿途看看有沒有新奇古怪的東西 比如說年吉 一說就看到很多年吉 那麼年吉和蘭花是我們廣東人過年 幾乎可以說是必買的 甚至乎如果你說二選一 年吉是一定要買的 還有生菜 生菜也有什麼事 但是年吉我覺得是更有年味 面前全部都是年吉 尤如一座山 我們先搭大家看看 看完之後再輕輕問一下 不過我今天一個人來 我肯定不會買的 我們買年吉有幾種的 最欣賞是買這種 因為有時候家裡放的地方不太大 或者我都不想那麼大盤 拿得辛苦 就會選擇這一種 第二就是這一種 後邊 即是這一棵後邊那一種 它的果是比較大的 有人喜歡大果 又有人喜歡細果 但是如果你說說到公司的話 一定不是後邊這一種 或者是餐廳的門口 然後你不可以只這樣放回去 就放到 你是要掛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就像外國人的聖誕樹一樣 然後掛一些勒士風上去 甚至乎掛一些金幣 即是值得的朱古力上去 大家也都看到了 今天長雨或者叫近期的長雨 真的不是很小的 星期日那天我們出去拍片 是時時期的 今天已經是星期三了 我已經燈了幾天沒有拍片 長雨一樣是這麼大 但是即使是這樣 來買東西的市民也都熱情不減 而且大家還要知道 現在是早上10點多 如果你說來買東西的話 其實這個時候很多地方都很冷靜 因為很多人都要上班 都是很多人 之前也都跟大家說過 我自己很喜歡看花盆 為什麼花我 不懂得養 我很喜歡看花盆 面前的花盆 就挺漂亮的 我不跟大家慢慢看 哪個好 哪個不漂亮 我都不去買 你真的可以在這裡買花盆 然後拿回去做一盆 那邊是花盆 那邊是花盆 比如說面前一個 別人寫了價錢 就可以看看 10元一個 這個值得玩 老闆不會因為見到我不買 就趴我走 10元 旁邊這個大一點就是20元 後面還有一些水仙盆 下面沒有穿洞那種 這個金魚仔 挺有趣的 不過一定是金魚仔 大條的那些是會跳出來的 好 那我們繼續說一些吉 雨亦會愈樂愈大 有很多時候 如果你說 我來到這裡買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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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叫我老闆 幫你約一架這些電動三輪車 運到你想運到的地方 甚至乎 我又買多了又沒開車了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叫我貨拉拉 就是那些網上預約車 拉回你家 那才能裝得漂亮 因為有時候買東西 很難說的 價錢便宜 心头好,不如买桃花亦是如此 大大小小什么都有,桃花也是一定要买大 不过通常买桃花都是家里比较富有的 因为你需要好大地方才漂亮 好,我们继续往前走 想不到这个区域以前买大闸蟹的 现在还买蓝花 当然了,现在还哪人买大闸蟹 像我们那样,大闸蟹就最容易烧 再来,我们终于来到花卫研究所 又听我亲爱的太太说 为何石维唐这里有这么多花卖 这么多花卫市场 他说过其实与这个研究中心有一定关系 但太细子的资料,我说不出 大家看看蒙太就知道了 广州花卫研究中心 那些字挺有年代感 再加上荒村是花多的 但千万不要眼乱 选对自己喜欢的就出手 哎呀,糟了,真的没有老婆带着呢 我个人就是这样 我竟然走错了那方向 我现在走回珠江发大饭店门口 对面就是海叶湾 就是看着江那个,很漂亮的 原本我是想去国村的 既然去不了,我就不如这样 之前几天带大家去看过 黎湾湖的水上花市 刚刚收到消息 其实就是今早正式开始 究竟他们有布置得如何 我现在就走过去坐地铁 坐两个地铁站去中山八路 黎湾湖公园那里看看 趁着这么好的天气 好,我们终于来到中山八路地铁站 在这里呢 因为中山八路地铁站 上面的公交车站正在整 有很多并未回来 广州的观众来到这里 就会糾结了 我说说你们 看着这块牌 我这些五号线 坐这么多市人 都经常会搞错 大家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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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简单来说 你记住人威庙就可以了 就是那些童装批发市场的方向 再记不得了 港佛汽车校运站应该都记得了 如果你们要去公园 一定是A出口 至于D出口 千万不要测试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A出口呢 几个原因 先不讲就脚那些 因为另外两个出口是走上去的 这里是唯一一个中山八路地站 有首扶梯的电梯口 因为它正在转 所以首扶梯特别少 前几天我老婆不是和她吃鸡 她说自己又猛猛猛 走错了不知F还是D 然后踢楼梯 踢完上去 就说自己不能休息 所以这几集只有我自己出来拍摄 就是这个原因 根据资料显示 这个水上花市就从今天开始举办 在哪个位置进去最方便呢 就是东门 东门我猜应该是半堂村那边吧 就是半堂牌坊旁那边 我们现在过去看看 经过不远 终于我们来到丽湾公园门口 已经见到门口 放了两棵不大不小的桃花 上面挂着了一些小灯笼 那我们呢 就进去 就在这里进去 虽然是第一天开始 但是呢 已经是布置好了 彎半花海 I love you too 就是他们这个 2023年广州水上花市的slogan 彎半花海 I love you too 是兔仔的兔 然后这盘桃花 很厉害啊 当然还未开齐花 极有理由相信 到时候开齐花 很漂亮 再来 在这条主干道上 已经种了很多桃花 现在早上未开灯 是很正常的 极有理由相信 开了灯之后 一定会很漂亮 我觉得这里的布置 是会比文化公园要好的 几个原因 文化公园传承多些 以前大家可能去看 竹杖棋 至于 泥湾湖公园 可以看水 看花草 树木 甚至乎 正前方这里 喝茶也是可以的 西关西甲 我们之前也去过 出品 确实不错 不过一定要早 早来就可以拿到漂亮位 还有来到这里 我又闻到一种 很浓的那种 烧了东西 然后那种孔孔的味 再加上一些 下雨天 真是有过年气氛 好像以前小时候 適合消炎炮奖的那种味 我记得在去年 这里也有放了少量鲜花 在这个位置 放了一部很漂亮的车 上面放了满鲜花 时至今天 这一条路 就变成很多 卖 夜的地方 比如说 永远都会见到它的 猫屎咖啡 对啊 很多那些北京路 什麽 什麽雜市 那些都会见到它 再来 至于这边是搞什麽 我就暂时未看得到 隔壁这裏是买椰子汁的 再来前边 竟然是买冰糖葫蘆 我觉得冰糖葫蘆其实也挺好的 然后转过来 这边就更热闹 暂时看上去 未100%佈置好 商户那些更加 今早才刚开始 货都未运过来 大家看看 有泰国芝士榴莲饼 非常国际化 由于你去到泰国一样 再来上边 就是一些掌 即是那些蛙艇的掌 几个人的 还有一些蒙古烤肉 热干面 即是全国各地 你想吃的美食 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甚至前边还有九笔李包子 还需要外省留在广州 如果你说对全国各地的美食 不太感兴趣 在这条路这边 一路过去 其实就可以去到半唐邨 一路走到半唐邨 在这边都可以坐下喝咖啡 各种都有 当然了 这个钟度未开门也是很正常的 有些还有一些酒吧 挺好的 到夜晚 在这一刻 来这里放两杯 小卓之后 就可以进去半唐邨里 拍照 今天下这么大雨 拍出来的照片 一定会更加凄美 用凄美这个字 好像不太对 不要管它了 我们去看看水上花市 这一部分主要是 饮饮食食方面 虽然你说 哎呀我都不知道 喜不喜欢 但至少有 尤其呢 如果你外地游客来到广州 你比我当然想吃 云吞面 又或者是 奶粉 但是有时候 这些食物 顶着肚子也是不错的 不过人家刚开门 就不知道价钱 又不是 比如说 这些小串 一串串 小串 小串 很辣的 铁板羊 这些鸡羊 这些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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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0寸 哇 泥湾湖公園真的很漂亮 嗯 怎么说呢 因为今天下雨 有这么大的湖景 然后之后 那些雨水就下下来 哇 一片煙霧离漫 终于我们又来到 湾半花海主会场 这里也摆满了很多桃花 再来 大家看到对面 来到这个季节 是会多了很多 应该叫乳鱼 羽毛鱼 的羽树 它们就会变色 不过 泥湾湖公園 并不是太多 如果说到最漂亮最多 就是鹿湖公園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得到呢 我们看完这里再说 正如先头所说 第一 今天是一个工作人 第二 这个水浸花市 都只是今天才叫做正式开始 加上这个中数 各种因素加持 其实没有人是很正常的 至于你说 到过多几天 甚至乎去到星期六日 应该就最热闹 尤其接下来这个星期六日 我想应该除了过年之前 那几天之外 到时候就会更加热闹 再来 大家看到前面 这里有个亲水平台 其实你是可以在外边 买了些食物 进来这里 当然下雨的时候 当然不行 坐着在这里 慢慢享受 对着这么漂亮的湖景 食物质素 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 最重要 是跟谁来 而且看着这么漂亮的景 我们来到桃花岛 看到桃花岛多漂亮 2023年 广州水上花市 湾半花海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上面就看到 放了很多很红的植物 其实比较远 我不知道真还是假 暂时是未可以上去的 但是已经看到 他们搭了一条浮桥 可以过得到去 现在报纸中 而且大佬看看上面 所以淡了一条浮桥 我下来 那便不够了 对吧 离远欣赏 没错了 就是这里了 可能真的到正式开放 给公众的时候 它是会打开的 当然啦 如果是非要上去看 你爬过也可以 可能会控制人流 但是做得这么漂亮 应该可以上去看 桃花岛 这个水上花市 跟我们平时去西湖路 或者海珠区斌江 那些花市就有点不同 那些就是去趁热楼 看人头涌涌 至于这里这个水上花市 要引出水这个主题 那就会是处处是景 这里又有点漂亮的花 那里又有景 而且这里树木又够多 水又够多 又有桥 其实刚好遇上今天下雨 是真的很漂亮 老实实 只不过 对鞋就会濕透了 附近还有什么好东西 也有很多 比如正前方的唐历院 之前也带大家来过这儿喝茶 如果这个时候走进去 然后坐在小艇上 在上面喝一碗茶 吃过艇仔粥 这样的一流 再将镜头转过来这边 看到有很多游船 是的 这些就是我之前坐过50元 一张飞游泥之湾冲的船 去到差不多过年的时候 水上花市每晚都有活动 在这里他们坐着船表演 所以说上一集我跟大家说 到了下雨天的小姐姐跳舞 一定很精彩 其实他们是不会突出身 是很唯美的 绝对不会有其他古灵精怪的东西 再来 因为我这个频道经常说 有什么意思 除了刚才所说的那几个餐厅 以外 喝茶还有 前面这个竹溪也是不错的 附近这么多茶楼茶居饭店 尤其以他就最经济实惠了 好 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真的很可惜的就是 今天下起了一场雨 很多东西未能够尽落 而且很多事情也是刚刚开始的 希望到过年之前 就会更漂亮 约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了 拜拜 前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